今天又出發了 剛才吃完飯飯 那就去集口了 遲了一點點,不過要上機了 看見四個了 見到四個了 看見四個了 下機了 今天又停 Terminal 2 坐在Shuttle Bus 直到先過來 Terminal 1 走一餐 終於找到S12的Shuttle Bus車站 就對了 今次我們用Visuit Japan的Web 填過關於資料 原來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首先 已經在家 已經登記了 那個Web 新聞證都掃了一餐 怎麼知道 原來還要做兩部工夫 要做兩個QR Code出來 第一個就是 入境的時候 要先 在那個Immigration 出示第一個QR Code 接著 出完那個Immigration之後 在這個 真的出閘口的時候 還要在那個 無人Counter那裡 再要掃第二個QR Code 所以搞了一大餐 不過幸好 最後搞了一組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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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